哈啰大家好,我是Hone 终于在这周没有被强迫出来交叛了廉价去看了《生之行》 《生之行》我直接解读 就是心意传导的具体方式 生是心意,行则是方式 这部由漫画改编成电影版的动画作品 终于在三月底于台湾上映 相信很多人也听过这部作品的大名了 毕竟关于它的内容报道也相当多 也不会因为预告片而误解成为悬远的恋爱剧 以下有些剧透 怕一点点点剧透的屁先行离开 这部作品题材写实生活面是它的特点 它所叙述的事件足以成为值得深思探讨的议题 因为这是不管哪个国家或单位 只要有人群的地方 至今大多会存在的问题 霸凌弱势 作品内容颇有寓意 个人认为这值得您花时间观赏 因为您将成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以第三方视角 得以清晰见到不少社会的现实面问题 并且可以看到本作相当忠实震撼的呈现 听障者可能遭受到真实待遇 在你眼前相当撼动的演出 为何我会说 忠实呈现听障者的遭遇 因为我亲戚中和职场同事 真的有先天性的听障者 并且无论在呈现女主角西宫小子 从小到大的遭遇和心境 更进一步到表现听障者的行为 甚至更细致到连讲话的发音 真实状况确实是如此 也让我相当佩服早见杀之的配音功力 绝对不假 相当的写实 所以就算这作品 我觉得在剧情想闪烁意义和人物表现很棒 也有些小暴点能让你从紧绷的情绪中 短暂的松一下 但我绝对不会因为就这样骗你说 看了会有好心情 坦白说 看到剧情描述到小学时期的小子 转学过来后几个月 与同学相处的变化 我心情在那瞬间 是变得相当沉重且 感到震震愁痛的 因为这个情况急转直下变化 我确实是猜中了 毕竟身旁已经看过不少实力 还有我小学时也是属于那种弱弱的 常常被恐吓欺负的那种 因此我看到这边是蛮有感同身受的感觉 心有气亲爱我已经难过了眼眶泛红哽咽 但是我不能说我是了解听障者的感受而难过 因为我不是听障者 我没实际感受过因为失去听觉 所带来同等程度的境遇 我感到难过脸是霸凌的方式 太过真实重现在我眼前 再加上那善良又很为人着想的消息 他那掏心努力想传达自己心思 动不动就道歉 和拼命用尽力量是才能讲出那一丝话语的模样 是在令人揪心难过 赚人眼泪 其实一开始多数的人可能基于新奇或同情 会愿意短暂善意地接纳他们 但是呢时间不用长 只要一小段时间后 一定会有人开始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 要花这么多的心力 而且成效可能还不如预期 然后就开始不想接触 与渐渐疏远他 甚至还会有厌恶或恶心感 有人起了头就有人会跟随 人到底还是群居的动物 不会希望自己变成团体中的异类 毕竟讲真实面 说穿了无论屁海琪还是职场时都一样 只要你不够强影响力不够 要跟被霸凌的弱者一起相处 有极高机会你会一起被排挤 因此一定也会有伪善者 乍看表面是在帮他 但也因为不想成为异类 背地里也在做硬生虫 伤害他的小动作 甚至在世纪败落后 能够谎言连篇 以脸不红气不纯的演技 来撇清责任 再行嫁祸于是这种人最可怕 附和跟谁能表示自己是同一国的 正是一手念机一手席凶的写照 当然 就像你把一只企鹅丢进北极熊群里面 企鹅不被熊压着打都难 团体中就是有屁孩会以欺负他人 来赢得同裁间青睐 取得成就感 在普通人团体中 显得弱势到突出的小子 就是在适合下手不够的对象 会遭到这些人毫无犹豫主动的霸凌 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但是我也不能批判他们 只能说我不爽这种 为人处事的做法 毕竟除了社会就知道 商场无朋友 职场如战场的道理 那这是一个弱弱强死的世界 来当理由 唐色显得再正常不过 可是有想过吗 弱弱强死这个道理是必须建立在你够强这点之上 才得以成立的 力量即是正义 但也可以是邪道 我不会伪心的说 我一定能够很有耐心 并且绝对不会产生 丝毫负面的情绪与想法 来完美对待他们 但我能说我的人格 秉持着可以不做君子 但绝不做小人的观念 我能做到与 对待一般人无恙的态度 为其着想 并保有一个诚意无害的心 来真诚对待他们 但要说完全的包容 这是太沉重的负担 我无法完美的做到 因为前面也说了 我对普通人耐心 也就是这样程度而已 没有人喜欢被责骂 完成任务后被鼓励是 人走下去的动力之一 但在这点上 不会不一样 只是真的需要多费点心 人的社会有时就欠缺这点 真诚相待的心 故事来到五年后 主角们各奔东西上了高中 男主角石田将也在小学霸凌事件后 也是得到了报应 被众判的他也体验到了 以前不曾被孤立过的状况 且看着母亲对萧子妈道歉陪想后 耳朵虽然也被弄到流血 但却叫他以后要做个乖孩子 还有他也发现了 那时和萧子争吵打架的时候 那时萧子是好意不想让他知道 他也被霸凌 而主动帮他把桌上的不良言语笔记擦掉 是他误解了萧子 还与之争吵 这应该是他良心发现 并反省的契机 孤单寂寞 他在反思自己选择了孤立自己 甚至产生了自杀的想法 在打工还给母亲国小那时 赔偿弄坏萧子助听器的费用 170万后 准备情深 在赴死前 他希望能向萧子表达他的悔意再去死 奇迹是得他找到了萧子长血手语教室 并且就这么刚好遇到女大十六边的西工萧子 努力地追上并拦下想逃跑可爱萧子后 接着用为了忏悔而学的手语表达 要归还小学时期的笔摊 用笔记板 且希望能与萧子成为朋友的潜在心意 与萧子成为朋友后 并在其母亲责难他打算自杀仪式 要烧了170万威胁之下 打消了亲生的念头 但这时石田在校内基本上还是孤单的状态 直到同学永树军被不良仔抢劫脚踏车事件 他主动牺牲了自己的脚踏车 让永树同学得以保有车辆 因而获得高中时第一位置有永树军 永树是个够意气的开心果 少了他的话 石田降野的校内生活应该会阴沉到毕业吧 也会少了往后和更多人能够成为朋友的机会 或者再次破冰成为朋友的机会 再提一次 人真的就是群体动物 除了信念相当刚强的人 不然常人就算刻意选择 应该也是受不了孤单寂寞的感觉 这也是降野重新获得友情后会这么开心的原因 就这样看似一步一步迈向美好的正轨上 为谁知放松 但令人心悬的事件突然接踵而来 看着降野如何面对萧子的妹妹 杰选与其相处 并参与她的母亲生日蛋糕制作 顺利与其母亲关系破冰 在此不得不提一下 姐妹设定好像真的常出现 天然呆姐姐配机灵的护截狂妹妹的设定 从这对西宫姐妹 我仿佛看到了未练的小野丝姐妹和平泽姐妹当 好的 假人大致上是新人攻略完成 但最大问题仍是冷战未破冰 或还抱有敌意的朋友 与最关键的萧子本身的自卑自杀念头并未消失 其实萧子为何会产生自杀念头呢 就算没看过详细交代的漫画 也不难想象起原因 看着她对十田告白那一幕 明明有笔谈本或手语的方式可以表达 怎么不用呢 我cosplay一下当时的情境 能够正常听到与正常的讲话 这应该是萧子小天使的愿望 我若是当下的小子强对喜欢的人告白 也会很希望能够像常人一般 使用声音来真诚地传达我重要的情感与心意 能够讲话 这是我全心投入练习的成果 我就是想使用它 而且声音相较于文字和手势 更能快速传达丰富的感情 不是用得好的话啦 当然重男她真的很努力用心了 但发音因为她听觉上了问题 而欠缺效症会有落差 正时你会觉得听障者说话的发音 甚至声音怎么会有差异奇怪的原因 一般人与其相处 对于他们发音上的缺点 突然间要面对一起承受 周遭异常的眼光仪式会感到介意不适 甚至会产生好丢脸的想法 不是没有案例的 从小时候到高中这十几个年头 不要说因此遇到不幸的待遇 光是周遭人群投影特殊的眼光看待 就会令当事者倍感压力 这压力和痛苦一过就是十年多 成人也不见得有这么强的承受力 更何况她还是个背负这种痛苦 将近十多年的高中少女 这种压力待遇长久下来 使她产生了自卑不如人的感受 我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就是比别人差 会给别人造成麻烦 加上我再怎么拼命也 无法顺利的了解别人 和表达自己心意的无力感 甚至于 我似乎不该存在这个世界上 会比较好的想法随之产生 这是一个努力后 对于先天状况 无力改善者的绝望 而感觉我给别人造成麻烦 这点我非常的不好意思 应该也是她只能常常道歉的原因 以上是我个人自身的经验 试着去推想的想法 若有不同见解可以留言讲讲 接着就在烟火大会到一半之时出现了 小子借口回家看说 实际上要执行跳楼自杀仪式 将也因为她妹妹杰拳 要求回家帮忙拿相机 而发现这件事情 还好有在千军一把自己赶上 并将小子拉上来救了她 但不幸的是自己去跌落楼下受了重伤 在这之后是于医院内发生的事情 石田妈没有责怪小子妈 还安慰他们说 小子平安比较重要 你们应该要感到高兴才是啊 当然小子妈怎么可能会对责任完全无感呢 毕竟没有人会愿意发生这种憾事的 于是产生了双方互相道歉下跪的场面 看到这边心情真的是 蛮无畏杂成难以言喻啊 而在医院门外则是 只也对小子产生了冲突 只也愤怒推打并责怪她 无力快速表达小子 也只能拼命的想讲话道歉 还好家长出门见到后赶快阻止 不然我看善良小子 不知道会被欺负成怎样 然后看着小子竟然跪倒在石田骂脚上 用她那根本无法清晰的口语 拼命的挤出道歉的话边哭 这幕我真的又是 啊等等 是我眼眶又湿了 太妖兽了啊 这真的已经是心碎意识 无法表达我当下的感受了 就是看一个可怜无力的人 拼命诚心祈求原谅的画面啊 真的是非常痛心难过 情绪已经接近窥体 怎么会有这么可怜又善良的人 偏偏还是个美人遭到这种待遇啊 啊 这真的是 我觉得子也根本就是不良女代表来的嘛 不过不得不提 将也在住院期间 子也是一直照顾她的 从种种子也的表现来看 应该是喜欢石田的吧 虽然我觉得还是败给了石田托梦给小子 周二就快结束了 和小子心灵感应后 双方马上惊醒 冲去每周二会一起见面那桥上寻找对方 确认对方安好并互谈心胜的那一幕 毕竟小子真的已经是成为将也活下去的意义 与最联系的对象 而将也应该也是小子往后走下去最重要的支柱 两人不知不觉间 成为彼此心目中与生活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当然 应该也有人马上会想到 只也有一幕对石田军提到的 怎么了 是想赎罪吗 竟然会跟自己曾经霸凌对象交往 真可笑 确实 这也是血连里让人顺行的一番话 但是我想小子转过这么多次的血 霸凌过他的屁孩应该是相当的多 这么多的霸凌者内多数应该是霸凌过就算了 更不用提懺悔道歉一事 可是石田不同于其他人 他确实是在反省并主动表达自己最深的歉意 小子在小学和他打架转学事件之前 都会为他着想插掉桌上笔记了 那善良的他会愿意宽恕原谅一位 可能认错并懺悔改过自新的人 和接下来一个诚心想与他交朋友的人 也不是职业口中可笑的事情 被小子而言真心的朋友得来是相当不易 看了电影前面演绎的内容不难想象他交友的难度 因为得来不易所以更显珍贵 那他会比常人更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缘分不难理解 我以我曾经也是没什么朋友经验的观点来看 应该不是什么小子个性太过圣母情结 就是一个较为弱势的人 珍惜他所珍视的事物行为罢了 终于在降野康复出院后 即将迎接小亲这次很不一样哦 小子会陪他逛学校的小亲 也是小子和永树帮他能够重新拾起勇气抬头见人啊 然后顺利的和大家破冰重新接了每个人的声音 啊果然拥有生命中想守护连写另一半和死党力量就是不一样啊 看完这出我到底用了多少心情糟糕的字眼来形容我的情绪嘞 我的老天鹅呀 这部电影看了情绪一定会因为羞口而低落一段时间 但还是推荐给您这部感人励志作品 我觉得它既写实又富含寓意义 截取方向属于happy ending 励志性相当的不错 电影仅且呈现是能够深思的教育内容 看着角色们如何诠释在人生阶段中往好的方向转变 思考着他们心境与行为变化所带来影响与意义 是你要看下去的理由 这能让你重新定义认识你存在意义 不要轻言轻声 事情总有办法解决的 纵然不够完美 终究还是走得下去的 然后看完后我会这样洗脑各位 这些是我想说的话 误清自己 真诚待人 珍惜自己 重视他人 天哪却是误厌己身 喜欢自己 他人爱你 当然也不要演变成曹老达的 您我妇人 妇人妇我这样 最后记得 请不要吃太饱观赏 会虐心到消化不良的 哎,对了,最后突然想到了个问题 我盯着某剧大量出现了名言 肖子是我婆别强 好的,我们都知道动漫虚拟世界中的角色 在长相颜值上往往不会插到哪边去 这电影意思如此 问题来了,假设现实中 它缺少了如作品中的长相设定 真的还有可能在发生这些事情后 将这剧情化为现实上演吗 还是就不了了之了呢 只是个突然想到的问题啊 有兴趣的话可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哦 但不要吵架 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下期见,拜拜